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今天我们的郑博人律师讲堂时间 当然再次请到了郑博人律师 来跟我们谈谈 大家平时非常爱用的微信 喜欢用微信来跟亲朋好友们联系 但是在微信上 你所发出去的一些资讯 有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伤害 我们今天请到了郑律师 来跟我们分析 郑律师你好 那其实这个题目倒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这个 如果说您没有特别提起来的话 我们大概还不会有意识到 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您说您有一些客人 到您的办公室找您 说因为在微信上面 发出的一些资讯 让他们陷入一些麻烦 我很感谢你让我讲 因为其实很多华人 他们觉得微信是一个 可以讲说是 对 讲说是 只有我们牙医的人 还是华人 特别华人会用 那很多台湾人是用连我 很多国内来的 中国大陆来的是用微信 可是我要警告大家就从我们绿色楼的案例 鼓励大家就是要很小心 我觉得微信连我是还蛮大的陷阱 那这个陷阱 这样听起来大家就觉得说 我只是在微信上面跟大家闲聊 分享一下我生活的一些这个锁碎的事情 然后说说话怎么会有这个官司上的这个纠纷呢 在我绿色标 我觉得最多的从微信上案子出来是诽谤 破坏名誉的案子 OK 今天的话特别在微信里面 他们有这个微信圈 每一个圈里面有差不多500个人 然后有的时候呢 可能你跟你朋友有纠纷 还是跟对方不认识的人有纠纷 就开始相骂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要达到一个目的跟一个目标 你可能要公开领绝的一个事实出来 最后变成有一个官司 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 跟大家陷入这个所谓的口舌战 讲一讲就算了 但是当变成是在 因为这个微信的 它是一个媒介 因为变成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说 当你把这些事情的经过 或者是你把它写上来 拖到微信上面去 就变成是一个 公开的昭告天下的感觉 就变成说你今天 不是在节目上骂人一样的道理了 确实 那很多人觉得说 我只是在跟我的朋友分享而已 并没有那个意思 当然如果被告的话 这是每一个人跟我这样子讲 我没有真正的这个意图 去破坏别人的名誉 这是我的 这种是一个想法而已 可是要知道在美国的话 如果您讲到别人的背景 那这不是事实 您被告您出了 您必须不但要付它的损失 然后损失是一个很矛盾的 很模糊的定义 你要付它律师费用 开销 所以您刚刚说到这个毁谤民意 那这类似哪一种语言 可能会构成这样子的官司呢 其实是您讲别人的人生道德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案子 客户要告 对方讲说他在外面喜欢嫖妓 喜欢玩女人 觉得这样子的话 表示说他可以达到他的目标 他觉得被告人 觉得他这样子讲的 那个原告人的话 就没有话讲了 变成最后有官司 那被告人就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要想说 今天如果您讲出去的话 如果是确实有影响到别人的人生的话 建议您不要讲 因为微信不是一个真正的 所谓的私人的世界 对话 就是不是说像你打个电话 跟自己的姐妹 他要诉诉苦 但是你是白纸黑纸留了下来 所以可以找得到的 都可以再回去找得到的 所以那这样很多人就会纳闷 那是被朋友出卖了吗 那这些话是怎么传出去的 但其实您说 其实是有所谓的 这调查人员在微信里面的 如果您是要讲说 政府有没有在看微信 让大家知道 一年前政府不知道微信是什么 现在美国政府 他知道微信是什么 变成说 如果你今天你讲出去的话 给你一个例子 你今天的话 你带一万多块的现金 放在口袋里面 你要报个移民局 你没有 你在微信上骂移民局 说移民局很不聪明 觉得很傻 你还就是很得意 自己 很得意 变成说 变成我的案例 我的案例就变成说 客户进来说 移民局要掉下他的B1B2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移民局现在有在看 可是他就会很纳闷 他们什么时候在看 我的问题可能就是说 他们有这个权利去 把你的电话拿过来 去检查吗 还是说他们就是 可能上去加你的微信 当然我都会跟客户讲说 如果你今天你不要让别人看到 你写上的微信还是连我 你马上放 当然要把它删掉 因为移民局有这个权利 可以查你的电话 可是呢 移民局当时来查你的电话 那我们要讲说以后 你已经过关了 你已经进到美国了 你会觉得说 移民官不会查你的电话 就是在算是你的这个 微信的圈 我觉得是错的 所以要让每一个华人知道说 虽然移民官没有在你身边 移民局然后联邦政府 又确实在查别人的微信 这个都听起来倒是觉得有点 会觉得也一直这么怪怪的 好像你自己觉得是很 跟朋友只是私底下聊天的一些对话 但是呢 如果说FBI和您说的 这些官员认为说 你确实构成犯罪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找上你了 不能太掉以轻心 那但是微信呢 确实是很多人都在心肠使用的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回来呢 跟大家聊聊 怎么样可以比较确保说 自己呢在同时享用 使用微信的同时 还是能够保护自己的一些的权利 小心不要呢 因为就是无知而犯上了法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